早上我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台灣都要的光鮮 就是因為天災人禍的關係斷了 那我們到底還能不能買PC Home 那經過就是這樣子的人工檢測的一個步驟 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了 PC Home的產品的網頁裡面有 大概有呼叫了18個Resource 那這18個Resource裡面有兩個 是我們覺得有可能他不在台灣境內 只是在台灣境內是不可得的東西 所以結論就是如果下禮拜 就是三八的時候 然後就是台灣都要的光鮮 都被中共的漁船不小心弄斷了 我們就沒有PC Home可以賣了 好那現在就是接下來我們下一步是什麼 我要怎麼回到提案表 好那接下來下一步就是我們現在有了一個 檢測的方法 然後有了一個就是人工檢測的一個驗證 那接下來會希望有人可以支援 就是我們把這個方法 然後用Script寫 就是寫成Script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更快的去 在其他的網站也做一樣的事情 也做一樣的檢測這樣子 這是下一個 這個計畫的下一步 那如果有會寫Script的人可以一起來幫忙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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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